总是岩雕十多年的塞湖存在中 想要做这一种工的技术团形 但是不少人都没头坚持下去 因为岩雕需要花很多时间和精神 时间的过程也都需要很专注 岩雕跟沙雕不同是在于 因为沙雕它其实是可以在室外做 那如果遇到一点点的小风小雨是还可以制作 但岩雕是不行 岩雕只能在室内做 它如果在室外的话 它也遇到水它会融化 那因为岩雕这个在全世界 好像只有日本跟台湾有做 所以其实算是一个很 非常特殊的一个艺术的展现 很多人做不到三天就走路 不是要买到东西 是因为这种技术的需要耐心 慢慢地买 跟上岩雕跟沙雕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创作的过程是最大的辛苦 不管是沙雕或岩雕 在传承的部分 难是难在因为 它有一些门槛 就是说它需要在很艰困的环境下 譬如说像我们在做岩的时候 是非常的热 像我们在室外的话也是非常的热 有时候要顶着大太阳 每天都工作大概要八个小时以上 甚至更长的时间 那对体力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讨厌 然后因为时间也比较紧迫 所以大家在工作上也会压力会比较大 没有人严调在全台 也只有台南七个有这种的地方 西湖也希望可以有更多人 到立这个行业 继续花用这一项技术 南天视频来说七个有菜方报道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 Kot